請尤美女委員發言 尤美女委員發言完畢 我們聚於人道考量 休息十分鐘 您知道說現在整個社會 還有民間團體 大家都提到所謂的憲法時刻 因為以前我們憲法 像一個醒珠白鴨斯連動 都不能夠動的 那大家也知道說 修憲的門檻是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因為318學運之後 那整個社會批變 那公民意識覺醒 所以現在讓我們變成修法的 憲法的一個修改的可能性出現了 所以大家有所謂的憲法時刻 那對於憲法時刻呢 我想在司法院對於這憲法時刻 要不要去把握這個時機 因為我們知道說 當我們在這個司法院 一直在力推所謂的官審制的時候 一直在討論到說 因為我們的憲法規定 只有法官能夠審判 所以呢 這個如果讓這些素人法官 來參與審判的話會違憲 所以你們說好 因為這樣子所以呢 最後你們去推出你們所謂的官審制 但是呢 民間團體不斷的在反對 所以大家也去透過各種的解釋說 即使素人法官來參與審判 就跟韓國 日本 大家都覺得說他不會違憲的 但是司法院 你們司法院顯然覺得說 還是有所疑慮 那這樣子在現在的一個 憲法時刻 這樣的一個 關鍵的時刻裡面 你們司法院要不要針對這些的 你們覺得有疑慮的 可能是有會牽涉到憲法會不會違憲的東西 要不要同時提出來 提出來修憲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打算 因為在你們這次的立法計畫裡面 是完全沒有提到這個部分 目前倒還沒有想到說 我們司法院去提憲法修正案 這樣 不過如果對照那個韓國的經驗來看的話 韓國也是因為素人參與審判 有沒有違憲的疑慮 而去修改他們的憲法 是可以朝這一方面來思考的 好 我希望說你們在這重要的憲法時刻的時候 你們不要自外於這樣的一個關鍵歷史性的一個時刻 那能夠把大家在以往 因為憲與礙於說 可能會有違憲之餘的 這些的相關的條文 包括法官終身職的這個部分 你們雖然有法官法通過了 但是大家一直在質疑 對不對 這些的法官法是不是全部的 都只是一個自肥條管 而沒有對這法官的評鑑等等 所以是不是你們能夠把這個所謂的重要的 憲法應該配合修正的部分 是不是也能夠納入到你們的一個立法計畫裡面去 在這關鍵的憲法時刻 能夠提出你們的一個看法 或是你們的修法的建議 那第二點就是我們也看到說 在這個憲法書院 當然這一次你們在修法 提的這個立法建議裡面 當然提到說這個所謂大法官案件審理法 其實已經出了這個所謂的我們的司法法制的委員會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這個大法官案件審理法裡面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所謂的憲法訴願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說 大院一直堅持說 絕對不能夠有憲法訴願 那剛好最近有一個案例 就是一對同志 那他們想要收養子女 那被這個台北地院 這個市領地院把它駁回 那雖然說經過這個社工的一個 訪事調查的報告 認為說最近的收養 對於子女的利益 子女的最佳利益是符合的子女的最佳利益 所以他認為說是可以收養 但是法院把他說 因為他們是屬於同志 那同志還沒有這個 同志的這個立法 還沒有經過社會的一個共識 所以那甚至就是說 如果同意這樣的一個收養 那會對於整個一個社會的壓力 會壓在孩子的身上 所以對子女是一個不利益的 好 那我們姑且 當然這樣的一個案件 他們現在是會在上訴到高等法院 不論這樣的一個案件的結果如何 但是我們這裡要來探討的就是說 好 這樣的一個案件 如果到最後三審都判決敗訴確定了 那他能不能申請大法官會議解釋 當然他可以 老百姓可以來申請 但是能不能通過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嗎 對 我是說 他來申請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所謂的憲法訴願 對不對 就是說 法官對於法律的解釋的本身 可能是侵害到人民的基本權利 並不是本身法規的違法 因為依照我們的 他一定要主張 在目前的制度之下 他一定要主張說 那個法律本身是違憲 他一定要這樣主張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憲法訴願 裁判所適用 裁判來適用這個法律適用的情形 並沒有違誤 只是說那個法律本身 那當事人可以去質疑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有違憲的疑慮 就是違反這個平等權 或是兩性平權 這些 那有沒有違背 但是在我們的民法親屬篇裡面 關於收養的這個部分 他並沒有很明白的去講說 禁止 因為在這個禁止收養的這個部分裡面 並沒有規定到說 同志不得收養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 好 今天這個法規本身 他並沒有違憲 但是呢是法官在解釋的時候 在解釋所謂的子女最佳利益的時候呢 他也違背了這社公園的一個 方式的報告 那法官自己認為說 同志去收養子女 這本身對子女的最佳利益 是不利益的 是不符合的 所以這本身就是說 法規本身沒有違憲 可是法官在解釋法律的時候 或是在法官在形成他新政的時候 認為說這個本身是不利益的 所以他這樣的一個結果 試用的結果呢 是侵害到人民的權利 可是如果說 依照現行的規定 他當然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申請大法官會議解釋 只是大法官會議解釋 大法官可能就用什麼 用程序就把它駁毀了 因為認為說 你這個根本 第一個我們沒有通過所謂的憲法訴願 所以呢法規本身沒有違憲 所以呢法官呢 這個他試用的結果 侵害到你的權利 那是法官的獨立行使之權 所以呢在這裡根本 就是你根本不符合 事件的一個權利 所以呢在這裡呢 也就是說民間為什麼一直要要求 我們將來要設立的所謂的憲法法庭 或是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憲法法院 那我們也希望是說 我們的大法官 不要在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違章建築物裡面辦公 對不對 大法官的助理也不要只有一個人 我們看到世界各國的憲法法院 他們是多麼的遵從 對不對 然後呢 憲法我們今天說 今天在面臨在所謂的憲法時刻 我們要讓憲法真的能夠回到它是 人民基本權利的一個保障書 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 所以呢所有國家的這些的法律 或是法官在試用法律 都能夠真正的去保障人民的一個 基本權利 那怎麼樣去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當法官試用法律的結果 侵害到人民的基本權利的時候 人民可以到憲法法院去 讓憲法法院的這些的大法官 他能夠再次來審視說 好你這樣一個判決的結果 是不是真的侵害人民的權利 讓人民好好救濟的一個機會 所以在這裡呢 大院一直在講說 好這樣子會變成第四審 然後呢會有增加案件等等 增加案件我想這是絕對的 但是這是技術性的問題 譬如說你們可以有所謂的技術性的 你們可以有選案的部分 可以把它增加這所謂的律師的代理 必須要這個所謂的收費等等 其實有各種的方式可以來限制 不會讓阿里阿渣的一大堆 亂七八案子進來 然後讓法官光是行事駁回 就花一大堆的時間 但是更重要的 其實我們說憲法時刻 我們希望有一個遵從的憲法法院 希望我們的這些的大法官 都能夠受到人民的一個尊敬 那當然現在的憲法時刻一個很重要的 也就是這些大法官的候選人 這些被提名人 他的資格對不對 他適不適合我們未來 所建構的憲法法院 這樣的一個遵從的一個地位的 這些的法官 所以司法院法院組織 司法院組織法也通過了 我們也讓這些大法官的人選 也有所改變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憲法時刻 是不是能夠請司法院 你們能請貴院呢 能夠就這憲法訴願 是不是能夠再好好的去考慮 讓這樣的一個大法官案件審理法 也能夠比較順利的一個通過 那也能夠真正的去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可不可以 這個憲法訴願的採刑 真的是要深思熟慮 雖然說委員說 這個可以用很多過濾的一個機制 把它排除在外 但是如果我們看 從德國的經驗來看 德國平均一年是六千多件 我知道啦 你們一直在舉德國的例子 六千多件 但是大院 你們把這個所有世界各國 有憲法法院 而且有憲法訴願的 這些的列表列出來 我們看見怎麼樣 是超過就是有憲法訴願的國家 多於沒有憲法訴願的國家 所以不是只有德國這個一個案例 事實上其他的國家 你說好北歐的國家 他們很多都有憲法訴願 對不對 人家也實行得很好 所以這只是在於說 對人民的基本權利 到底要不要保障 那你的制度怎麼樣去設計 我想這些都是可以再去討論的 那我們希望說你們司法院 是不是可以把這些 列入到你們的重要的考量裡面去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所謂的參審 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 當然我們在我們的本委員會 其實也做了多次的決議 要求大院能夠針對 就是所謂的 到底參審 陪審 官審等等 這些的所有的制度 能夠全部都去模擬 那我們也知道說 你們現在在做各種模擬 可是你們模擬是台上的 上面官審下面參審 那我不曉得說 這個其實是有點錯亂 但是這裡另外一個的 我們要提出來的問題 就是在於說 民間在上一次會期的時候 我已經提出民間希望說 能夠擬定所謂的人民 參與審判的一個準備的條例 讓這些你們現在模擬的東西 能夠有一個法源 這裡面包括什麼 因為你們現在沒有法源 所以你們在模擬的時候 你們第一個所謂的這些的 官審員的來源 你們只能夠去找這些 所謂的林立長的公務員 你沒有辦法透過護證機關 提供所有的護證資料 然後用電腦的去篩選 抽出適合的人 抽出這些抽樣 然後讓全民真的來參與 你沒有辦法 因為你礙於法無懼 第二個就是說 你們現在在模擬審判的時候 你們所用的這些的 確定的判決 來做這些的案例 可是這裡面 這裡就牽涉到說 你們也沒有法源的依據 可以去利用這些所謂的 已經確定的案件的卷宗 對不對 那這裡也牽涉到說 你們是不是也一樣做 這所謂的審判外的利用 那這裡面欠缺法源的依據 這裡面有沒有違反個資法 等等這些都是要去思索的 那第三個就是說 在這整個一個模擬的過程裡面 你們是不是有把這些 所有的模擬的這些的紀錄 全部都把它紀錄下來 而且去把它做一個 所謂的實證的一個評估 我們是不是能夠設立一個 所謂的評估的委員會 能夠有一個準備的委員會 有一個評估的委員會 然後在準備委員會裡面 他應該把這所有的實證的 一個資料整個一個收集 然後讓評估的委員會裡面 他要去評估說 好 再怎麼樣的制度 第一個 國民他是不是具備有說 依據這些的證據 來判斷的這些普遍的能力 包括他是不是會不受到 情感 信仰 輿論等等這些的影響 那另外就是說 對於這些法官的指示的內容 他是不是能夠有良好的 一個理解的能力 是不是能夠正確的去運用 作為裁判的一個 法律的一個基礎 那第三個就是說 好 當今天這些國民 我們就說所謂的參審好了 當國民跟法官一起 這些素人法官 跟這些真正的法官 一起在那裡 一起來評議的時候 那這些素人法官 會不會受到 正式的法官的這些影響 然後影響到他的判決的一個決定 或是就是說 好 今天我們說陪審 所以只有素人法官來決定 那法官你不能夠參與 那這些素人法官 他具不具備這樣的一個能力 完全的根據這些證據 來作為判斷的一個基礎 我想每一個都必須要做一個 非常精緻 非常審慎的去做評估 那這樣的一個結果 才能夠弄上我們的立法院 我們才能夠去說 好 我們到底在官審 陪審 參審等等這些制度之間 哪一個是對適合我們國情的東西 否則的話 民間團體做民間團體的模擬法庭 司法院做你們司法院的模擬法庭 然後各說各話 然後到時候送到我們的司法法制委員會來 仍然一樣是各說各話 所以這些東西就會變成怎麼樣 永遠在原地踏步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讓他有一個法院 有一個所謂的準備及評估的條例在那裡 我們賦予所有這些的沒有法院意義的東西 都能夠讓他有法院 然後我們讓這些不同的制度 把它規定說你必須要多少的 多少長的這個模擬的法庭 然後他必須要怎麼樣的評估等等 然後最後我們說好實施的時候 是全面一起實施 包括這整個裁員 包括這整個制度 包括人員等等 如果能夠這樣子 我相信我們就能夠跟日本一樣 讓他逐步的上路 否則的話你看已經這麼多年 我們都快卸任了 我們的官省陪審參省還在原地踏步 所以是不是能夠這個部分 好好回去檢討一下 委員講的跟我們想的是一樣 這也是就是我們為什麼 訂定人民官省市行條例 你們市行條例 只是名詞不一樣而已 不完全的不一樣 你們的市行條例只是說 我要這幾個法院 他是對人民的真正的案件有實現 這是違反訴訟平等 這是違憲的 跟說我們準備條例是 所有的案件 他沒有發生真正的效力 但是我們是實際 一步一步的去做 就跟日本一樣 所以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 今天我們一直反對的理由就是說 你不能夠憲法所保障的訴訟權 讓一部分的人 他要進入到這所謂的你們的官省 或是參省陪審 一部分的人想進來進不來 或是在裡面規定的人 他想要說我不適用 也不能夠適用 這完全違反平等原則 違反訴訟平等的一個原則 這事情條例 跟我們所謂的準備條例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是不是你們能夠 納入考量 再好好去檢討一下 好 謝謝 報告委員會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好 好